這個部分的話要說明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不是說針對蘇丹紅 我們應該比較正確的講是說我們是針對辣椒粉 因為在進口報關的時候是爆的都是辣椒粉 那我們是針對辣椒粉去做這個檢驗的 檢驗出來有一部分是有蘇丹紅 那所以才繼續往下追說 那這些檢驗出來有蘇丹紅的 那在過去有沒有這一個漏網之魚進到國內的市場 所以食藥署這邊的話就開始啟動後市長的監測 那當然之前的話其實也有這個 例行性的這個食安的這種 就是說稽查也有 那也有這個民眾的檢舉 那這個部分的話都是在之前的話 就開始有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那現在之所以會變成看起來好像越來越多的原因 就是食藥署是大規模的對於這個可能有漏網的 這一些產品的話 那啟動後 用這個追蹤的系統去追 那看到底流向哪裡 然後再去做這一方面的一些 機查 那檢驗下架封存等等這一些 所以看起來是越來越多 但是其實是我們在往下追蹤的這個原因 好 謝謝